我叫程庸段姐,欢迎收看我的师傅是奇葩 素材难选,好玩的太少了,所以最近都没更新 等了好几天,总算有一个差不多的了 师傅上来就问我,当到土地坡 我当然要当了,要不然家你干什么 可是师傅能教我什么嘞 师傅说,都可以,他都会 他是玩了三年多的老玩家了,确实比我厉害 我才玩了一年多,第五才出务不到两年 师傅要求我送他一个最后一物 我决定和师傅试一局 我使用了医生为了逗逗师傅 我开局故意秒到,这样才能装得比较像 必须要装得很萌新的样子,才不会露出破绽 果然,师傅说我这样是不行的 不可以站在板子后面,不可以直接翻窗 我虚心地听从师傅的教导 然后,我没有开来一局 我这次换了巫女,开局才两满一窗 我打算这次真正的溜与溜她了 我在这里绕了两圈,成功骗空她的无人后 开始转点,我是这转那转到处转 这溜那溜,到处溜 最后在博弈的时候,终于被师傅砸了个真摄 师傅被溜到怀疑人生 我想问问师傅,我学的怎么样 师傅却先说我这次好多了 但就是缺少高阶的一些意识和有细节 也不知道高阶都啥意识 再也不敢问啊 我让师傅再教我一些意识和细节 师傅同意了,开局在海边发现了她 我看错了位置,龟虎竟然没拉中 吃到的师傅竟然没跑远 我追上去以为她要分身 结果她却来了个回马枪 我问师傅怎么到这么快 师傅说她已经意识到屠夫来了 而且倒在椅子附近 这样让屠夫快点刮 让队友来抓紧救她 我擦,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你这个解释天衣无缝啊 你把苗岛和死椅子旁边解释得如此完美 可是我不想学这个 我想学六鬼啊 师傅却说,今天不能骄傲了 因为刚才的一个极限操作 屏幕都按坏了 弹簧都飞了 我听了,挺为耐不难过的 咱也不知道屏幕里的弹簧是干啥的 可能意识到了我的师傅要出刀了 所以弹走了 不过师傅的手机好顽强 还活着,还能打字 这样也没法再打了 我就说,那算了吧 师傅却说,等他手机修好 再来和我一战 这个师傅,有点东西啊 我也忙了 感觉了 没有探索 duy猙 流水